大家好 我是日本香港民主聯盟的葉錦龍 剛才Lucy也介紹了 曾經在香港做了一個中西區的區議員 今天在日本G7工會剛剛閉幕 但是其實我們的工作才剛剛開始 剛才Lucy和林博士也有說 無論是香港民主聯盟聯同 我們在日本的維吾爾人、南蒙古人、西藏人 和一些民主中國運動的日子都好 我們有一個聲明之外 其實我們都拆動了一個全球的 一個全球範圍的G7國家的香港人組織的聯署 我們有25個組織一起聯署 要求除了日本之外 日本當然是 日本、美國、英國等等的G7國家 都要對香港人權打壓等等 都要採取一個聯署 今天這個聲明都出了兩三天 我們也有給了一些不同的事館的人士 也都很慶幸的就是 今天這個G7工會 他們出了一個共同聲明 都有幾大的篇幅 在講中國對於無論是香港還是新疆、西藏的打壓 又或者是一些中國對於不同的其他國家的一些貿易的打壓都好 都有提及到 這件事情都非常之禁忌 但是我們的工作是剛剛才開始的 因為我們還要跟更加多的人去講 究竟這個日本、究竟這個中國有什麼問題 以及我們在日本作為亞洲的民主國家之一 亦都是亞洲裏唯一一個G7國家 尤其是今年是一個G7的 就是日本是做主席國 應該可以承擔更加多的責任 所以我們接下來的工作 也都是會繼續推動日本政府去做多一些事情 去為多一些的 無論是香港也好、新疆也好、雲義也好 新疆雲義也好、西藏也好 都要多一些這些的發聲 收到的效果你覺得是否可以? 你說什麼效果? 哪個效果? 你們不是有一個聯合聲明嗎?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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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覺得都挺好的 因為這次聯合聲明都叫做可以 聯合到不同的國家的香港人一起做 當然還是很初期的階段 但是我們希望可以有更加多 我們香港人團結一致 這樣去推動我們 就算在海外也好 我們也有好些事情可以做到 也可以推動到更加多的國家 去向中共施加壓力 這樣就令到我們的香港 是能夠早日去實踐到民主和自由 即是可以光復得到這樣 是的 因為葉先生在日本那裡 其實現在香港人在海外 真的很難得可以繼續發聲 現在是靠在海外的香港人 希望在你那邊能夠做多一些東西 其實你可以多一些說一下 在當地現場的情況是怎樣 可以多一些跟大家說說 因為日本其實是一個政治和民生 是比較開的國家 所以如果在日本做一些很政治性的宣傳 反過來人就未必會這麼接受 所以我們日本香港民主聯盟 還有很多在日本的香港人所採取的策略 或者我們的想法都是可以軟爛兼絲 我們就會有多一些在一些藝術上 又或者在一些學術上的一些運動 或者在一些活動 是會去更加多一些讓日本人可以參與到 或者令到他們感興趣 我知道香港是甚麼事 然後就從而是等他們 他們再以他們的身份去向日本政府施壓 因為日本也是一個國家 他們的政治人物是很注重自己的選民的聲音的 所以就變成了 當然我們作為外國人 我們給意見他們都會聽 但是他們是會更加聽本國人的意見 所以我們相關齊下 希望可以做得更加多 其實我想問一下日本的普通的日本人 他們對香港人的看法會不會都是靠近 就是比較了解我們香港人 就是香港發生了甚麼事 他們是不是都會比較清楚呢 這裡就很遺憾地說 因為現在這一邊的媒體的關注 就比較多是在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戰爭 所以變成他們對於最近這幾年 這兩年發生的事情就不太清楚 當然2019年的時候他們會比較清楚 也會比較清楚知道香港的民主運動和香港人 普通的香港人都會被香港政府和中共政府打壓 但是去到現在就比較少一些 所以就變成最近這兩個月 因為有一個香港的女學生 在日本留學的女學生 回到香港之後被人用國安法抓了之後 就令到這裡的媒體就開始有多一點關注 但是這些關注仍然是不足的 所以我們的其中一個工作 也是要讓更加多的日本傳媒和日本人 是可以去知道香港的情況是如何 是啊 其實現在好像這個G7峰會 是講經濟合作做生意 其實日本那方面 他們對中國大陸做生意 他們究竟會不會只關注做生意 會不會他們都去關注人權 各方面的人受到打壓 香港人受到打壓 或者西藏新軍的人受到打壓 他們會不會都關心這方面的東西呢 都有一部分的政治人物是會關心的 我們可以看到在日本的國會裡面 也都有不同的 無論是對中的議員聯盟 又或者是關注人權外交的議員聯盟 甚至可能是一些維吾爾的議員聯盟 或者是西藏議員聯盟 他們都有不同的在國會裡面的議員 一些聯合的黨派 或者是跨黨派的一些支持 所以其實都有不少的日本的政客 是會關注這些情況 但是當然只有部分的日本政客關注是不夠的 我們還可以做得多一點點 讓鄧德多的一般人都知道這些情況 Lucy 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想問 你知道現在香港的廣洛社 或者是其他一些政治話題都不太行 還有遊行也都不太行 我覺得日本的香港人都要搞一些活動的 我看到的 其實如果你們在那邊搞一些活動的程序會是怎麼樣 是不是都會跟日本的警方去申請 他們這個態度會怎麼樣? 以我所理解日本的集會制度 其實如果是政治性集會的話 都要通知警方的 要通知他們的警察的 但是他們的警察對於這些活動 都持頗為開放的態度 只要你和他們事先說 而那個場地是可以用的話 他們都沒有什麼問題的 反過來他們都會關注會不會說有一些中國的激進分子 會走過來去騷擾我們 所以變成了在我們晚活動的時候 雖然我們剛剛開始成立 我們就沒有那麼快有很多大型的活動 但是我聽說有不少 因為我們聯盟裡面也有不少人 本身已經是在日本辦集會或者遊行的經驗的 聽說他們的經驗都是 其實主要就是問題不大 那麼在日本那邊有沒有中共的公安檢查的狀況? 你們那邊 我們這邊都有幾間 用中國的術語就是海外110 用日本的術語就是海外警察站 是有的 而據我們的了解也不止是有兩間 但是有很多都因為他們已經是 過去那幾個月就養開了 所以就沒有再運作了 但是只不過那些人 那些東西沒有運作 但是那些人都還在 所以變成我們還是要很小心 去留意一下我們搞活動的時候 會不會有機會有人在那裡監視啊 在日本的香港人多不多呢? 還有日本政府對香港人的政策方面 有沒有一些 好像其他國家有一些搞生平的政策 就是特別的針對香港人? 在日本的香港人你說多就 就是因為日本都大了 也是一個賭國了 所以分佈得很廣 那主要都是集中在一些大城市那裡 就好像我們現在身處在東京啊 又或者可能在大阪啊 福江啊 甚至可能在沖繩 那就會比較多香港人去辦民宿 那但是就是 啊,對不起,你另外一個問題給我 日本的政府有沒有 爭對香港人有一些特別的政策? 他們就沒有特別的有任何 就是好像救生艇那樣的政策 但是就是在日本 就本身也都是有這個經營管理簽證 就是俗稱的投資移民 但是它不是一個移民 它只是一個給你去開一間公司 然後它可以拿一個 就是叫做你作為一個公司的經營者 那你就可以去申請去居留 也都去做生意 那又或者是你可能有一些的 叫做比較上面高的學歷 或者你是在全球三百大裡面畢業的 那它就有一個分數計分制 那計到你夠七十分 你就可以拿一個叫做高度人才簽證 那就這兩種的 就是這種的簽證 那也是一個香港人可以去申請的簽證 那除此之外 那其實香港人要過來 都可能是可以去讀書啊 又或者是讀學校 又或者是直接在這裏 如果有外資公司 或者有本地公司請的話 就靠他們去申請簽證 也是一個方法 那但是相對這個方法 就會比較難一點點 那所以就沒有特別 優待香港人的一些計劃 那但是沒有記錯 在19年尾20年頭的時候 安倍當時的首相安倍晉三 就是有提過 就是想吸引一些金融的人才過來的 那所以就改了一點點那個高度人才簽證 那但是呢 可惜的就是好像不太見香港的金融人才過去了 嗯 那現在就 在今年的六四 你們的團體會不會都在日本會搞一些悼念的活動呢 據我們所知呢 就今年的六四 應該是會有其他團體已經是會舉辦 這個六四的悼念活動的 那所以就就是 那當然就是我們都是很 就是很歡迎不同的團體可以辦更加多的活動 那所以就就是 我們都很樂見其成 但是暫時如果你說以六四來說 我們就暫時沒有舉辦的打算的 但是就是有其他團體會做 嗯 那布希你還有沒有其他東西要問呢 是啊 說到這個六四呢 其實在澳洲這邊呢 現在都在籌備著有關的一些 比如說燭光晚會啊 燭光集會啊 一些遊行的活動 那其實呢 我也想說一下呢 就說除了這個是不是 1989年那個北京的六四之外呢 因為其實都香港人都會比較關心呢 就說2019年受到這個打壓啦 那香港人的抗爭呢 都是由這個 譬如說六月差不多是進入一個很特別的日子的 那所以呢其實說這個六月份呢 除了說這個北京民運啦 那香港本身香港本身的抗爭 都是一個值得去搞活動的日子啦 那我都希望呢六月份呢 多一些在世界各地的香港人呢 都一起走出來去搞一些集會啊 遊行啊那樣 那麽向這個中共呢 中共的打壓我們真的要出聲 去反映到我們的一些要求民主啊 要求這個選舉啊 這方面的意見是可以表達到出來的 同意的 我都同意的 不過我之後接著下去還有其他的事情要做 那我可能在這裡先行告退 很感謝Lucy和林博士今天邀請我過來 是 我多謝你先啦 那好吧 那你先走 我們下次有機會再找你 好啊 好啊 Lucy 下次再一起聊一下 好啊 好啊 你有什麽想想 我想向這個頻道講幾句話 因為我們這個頻道基本上都是香港人在看 你有什麽想跟香港或者你認識的朋友聊幾句話 那簡單兩句啦 就算我們 無論是還是香港的朋友也好 還是現在已經在海外的朋友也好呢 我們的心形是連在一起的 那我們就一定不要意氣餒 我們一定要繼續努力下去 直到我們的目標能夠達成的那一天 我們都會繼續加油的 請大家一起去撐住下去 那我要講的是這麽多 好 多謝 多謝 嗯